聚合酶连锁反应 聚合酶连锁反应,简称PCR,是利用双骨DNA会随容易温度升降循环,不断打开及粘合。 在耐热型DNA聚合酶的作用下,可将一段特定的DNA大量复制的技术。 进行PCR,需要先准备六种材料,含有要复制片段的DNA模板,稳定PH值,并提供适当反应环境的缓冲液。 一对约有18到25个剪机,而且分别和复制片段的两个SinePrime端互补的DNA人工引子Primers。 合成心骨所需要的四种原料,DATP,DTTP,DCTP,DGTP,合成DNTP, 以及耐热型DNA聚合酶,和作为聚合酶辅因子的适量酶离子。 PCR依序以变性、denaturation、粘合、annealing、延长、extension三个步骤作为一个复制循环。 第一个步骤,变性。 先把温度提高到摄氏95度左右,使双骨DNA完全解开成为单骨DNA。 第二个步骤,粘合。 将温度下降到摄氏55至65度左右。 此时,大部分的银子可正确粘合到模板DNA。 以提供DNA聚合酶,合成心骨所必须有的SinePrime端OH。 第三个步骤,延长。 把温度再上升到摄氏72度左右。 此时,DNA聚合酶具有较高的活性, 可以快速地从银子的三prime端合成心骨。 如此,完成一次复制循环,只要数分钟,样本量便加倍。 连续循环数十次后,只要一至二小时,就可得到大量样本。 目前PCR都在自动化的热循环反应器中进行。 反应器除了提供均匀的温度及快速升降温的功能, 还可将反应的温度、时间和循环数程式化。 另外,磨板、银子、聚合酶及DNTP的用量, 需要先测试以找出最适当的比例。 当反应体积为50维生时, 一般建议使用1至100毫微克的DNA磨板, 每公升0.2至0.4维木耳的银子, 1.25活性单位的聚合酶, 以及每一种DNTP各每公升200维木耳。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, 银离子的浓度会影响PCR产物的品质与产量。 不同反应的最佳浓度需经过测试。 一般使用每公升1.5至2.0毫木耳。 银离子浓度如果太低, 会降低聚合酶的效率, 造成产物变少。 银离子浓度如果太高, 则因子容易有非专一性的结合, 导致错误的产物发生。 由于每完成一次循环, DNA的片段数会加倍。 若完成第一次循环后, 会得到2的1次方格片段。 完成第N次循环后, 就会得到2的N次方格片段。 所以,随着PCR循环次数的增加, DNA片段的总数量呈现指数型成长, 直到酵素失去活性或原料用尽。 如图所示, 如果模板比要复制的片段长, 在第三次循环时, 才会开始产生与要复制片段等长的产物。 经过20次循环, 大约一小时后, 总共可以产生超过百万个片段。 但是,每次循环后, 较长的片段都只会新增两条。 因此,PCR绝大部分的产物 都和要复制的片段等长。 不易取得的DNA样本 可利用PCR大量复制, 进一步分析DNA样本。 可协助辨识罪犯, 鉴定亲子血缘关系, 或侦测基因突变及疾病。 不论是环状或是线状DNA, 需要大量复制时, 就带它去泡个PCR三温暖吧。